我們連續會講這個信息 就是基督徒得性的難阻和秘訣 因為這個題目我講出了很多難阻 不同的難阻和如何得性 鼓勵大家 所以會幫助我們如何全面性 除去各樣的難阻 亦都了解裡面有什麼難阻 首先我們都明白神重生人的過程 為什麼他了解這個? 原來是神改變我們 所以我們成長會得性 是神造工 神是創始成終的 這是因典推動 我有一個教導叫做神屬性講道法 或者是神聖情講道法 我們在小組都會操練用這個講道法 在網上也有很多這些講道法 經常在經文都找出神的屬性 祂的因典推動我們去尊重神 而我們會改變是因為神重生我們 是神的恩典、神的工作重生我們 我們一起讀《以弗所書》二章一節 這裡也解釋給我們 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難改變 但是神如何改變我們 一起讀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祂叫你們活過來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令 就是現今在撥翼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令 這裡說到我們未信主的時候 是死在罪惡過犯 就是我們的罪聖情叫我們死的 我們在靈裡是死了的 雖然肉身活著 但是在靈裡是死了的 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有一個新的生命 這裡說到就是神拯救我們 改變我們的 不是人改變人 很多人以為他自己缺制信耶穌 我也曾經解釋過 有很多人以為是缺制 其實缺制的字眼 我就會鼓勵你們不要用 為什麼呢 不是我們缺制 所以我們改變的 是神 當我們死在罪惡過犯的時候 神改變我們 當我們聽到神的話的時候 聖靈透過神的話 感動我們改變 在你裡面改變了 然後你就說 有些人說我缺制 其實我不會用缺制 就是你願意信耶穌 其實他願意信耶穌 其實就是聖靈感動他的 聖經是沒有用缺制這個字眼的 是說到我們死的時候 你死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自己復活呢 死的時候可不可以自己復活呢 是不可以的 是神叫你活過來的 很多人我上一次都問過大家 有幾個人試過在報道會 或者有人跟你傳呼 本來你不相信的 但是你聽到的時候 聽一下聽一下 你就覺得一種很強烈的感動 我要信耶穌 我要信耶穌 這個就是神將你改變了 我用另一個形容 就好像牛不喝水 你按得牛頭低 即是牛不想喝水 你按他的頭 他站在水裡 你按他的頭 他不肯喝水 就不下去喝水 他要喝的時候 你拔回他 他都不會聽你說的 他要喝就喝 他不喝就不喝 人還未相信耶穌的時候 他就不肯相信 他好像牛頭 你按他的頭都不下 他要相信的時候 他就裡面有一種力量 原來他裡面改變了 所以他就去喝水 就是我們在聽聖經的時候 聽到 心裡面就覺得 一種感動 一種力量 在裡面 令到我們很想信耶穌 其實你想信耶穌 已經是信耶穌 為什麼呢 你想信耶穌 你心裡面已經覺得神是好 你想他拯救你 當然我們都應該跟著做這個信主的祈禱 悔改信主的祈禱 但其實是 他已經信了主 由他做這個信主悔改的祈禱 因為他心裡面已經信靠耶穌 他想耶穌救他 所以他跟著做這個悔改信主的祈禱 雖然有些人 是會跟著你做這個祈禱的時候 他相信了主也可以 但有很多人聽到道之後 他心裡很想信耶穌 他心裡很想其實已經信了 已經活過來了 已經有新的生命 已經不是死在罪惡過範之中 那時候已經活過來了 我再問一次 有幾個人 是當有人向你傳呼音 或者在報道會的時候 你聽到 你裡面有一種力很大的 推動你 無論是大還是不大 總之有這種力 好像有一種力 推動你去信主 有的請你舉示 有幾個有這種情況 當你當時也不是信主的 但你有一種力推你信主 再舉高手 我們看到 原來神會在人心裡做功 你自己就想信主 有些人 或者在那個時刻 他不是那麼強烈 但其實他也是有一種動力去信主 這就是神將他拯救過來 所以我鼓勵大家 大家不要用缺字這個字眼 就是我帶他去信耶穌就可以了 我帶他悔改信靠耶穌 所以我問人的時候 你願意悔改信耶穌 你願意信靠耶穌 我不是說他自己缺字 所以他相信耶穌 他願意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是得救的 神是拯救他的 好了 講到以前是怎樣 我們以前的人是怎樣的 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復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撥翼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原來未信耶穌的人 是信復邪靈的 是跟從邪靈的 所以 信耶穌之後 如果你沒有跟從神 你就仍然被邪靈影響 所以仍然有很多人信耶穌 仍然罵人 仍然傷害人 仍然想很多不好的事情 他不覺得罪的可怕 他知道罪的可怕 他就說神啊 我離開這些罪 我不再生氣人了 這個就是改變了 但是因為有些人 信耶穌仍然在罪中 所以他仍然有捆綁 和不開心 然後聖經說到 當我們悔改信耶穌的時候 我們真心信靠耶穌做救主 承認我們的罪 耶穌就 神就將我們重生 其實這個重生 就是我們聽到的時候 神重生了我們 有些人重生了 然後他就會說 我認罪 我相信耶穌 他已經有一個新的生命 我們一起讀 約翰三章六節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從靈生的就是靈 我說 你們必須重生 你不要以為稀奇 風隨著意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 卻不曉得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 凡重生靈生的也是如此 你也不知道他可以來 這就是 肉身生的 母的要求生的 肉身 你就是肉身 但是從聖靈而生的 你就是靈 我們屬靈的生命 就是有神的靈在居住 我們的靈也活過來 我們一定要重生 不要以為出奇 因為好像風吹 便以思吹 你也是不知道 你只聽到風的響聲,你都不知道祂從哪裡來 凡從聖靈生都是這樣,你都不知道祂怎麼來 突然間就很想相信耶穌,這個就是重生 突然間覺得耶穌這麼好,我很想相信耶穌就是重生了 你都不知道祂怎麼發生 這個就是你會發現裡面有一種動力 如果這個人有好的栽培,他就懂得在那時候開始改變 其實我們每個人凡是得救的人一定是需要重生的 而得救的人一定是重生的,我再說一次 得救的人不可以不重生,不重生是不得救的 如果有人說信主,但他沒有真心悔改 沒有真心信耶穌,他是不得救的 他真心悔改,聖靈就已經改變他 他就是一個重生的人 聖靈重生,你會發現有些果子 其中第一個明顯的果子 因為有些人跟我說,我不知道我是得救的 那我就問他,你犯罪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你有沒有想耶穌卸臉你 他有,我就說這就是聖靈已經在你心中了 因為你的聖經這樣說,我一起讀 約翰福音一章,十六章八節 他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聖靈來到,就會叫我們為我們的罪 自己責備自己,犯的罪 為義,即是神的公義,神的聖結 我們有沒有做到呢?沒有做到 為審判,我們要審判 聖靈來就叫我們 想到我們要審判 想到我們犯的罪 以及我們應該遵行的神的地方 我們就自己責備自己,就是聖靈已經在心中居住 這裡有幾個人,你有聖靈在心中居住 你會有聖靈指責你的罪 有幾個請舉手 凡得救的,一定會有這件事 接著下一件事,也一定會有的 臨前十二章三節一起讀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靈感動的,沒有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一個人被神的靈感動,就不會說耶穌是可奏座 如果不是被聖靈感動,也不會說耶穌是主的 即是他會稱耶穌為主 即是他已經有聖靈的感動 即是有一個人,他會知罪 他會信靠耶穌做救主 耶穌就是我的救主 他又知罪 這個人已經有聖靈居住 有些人說,糟了,我又沒有呢? 你心中仍然有知罪 有悔改,有信靠耶穌 你就已經是得救的 誰上了天堂就是凡是得救的人 得救的人就會改變 得救的人就會提升 這個就是果子 我說過有六類的果子 就是他會繼續悔改,離聚 第二就是繼續信靠耶穌 這兩個人跟救恩有關 接著就是兩樣跟關係有關 他會繼續親近神,會愛神 行為有關,會遵從神和侍奉神 這些是果子 真信耶穌的人,他裡面就會有果子 我們需要栽培 即是成長,重生 即是好像種子 你放泥土,放些水下去 有太陽,他就會開始發芽 你發芽,然後你用罩蓋著他 他就會死 基督徒也是一樣的 基督徒如果信耶穌 但是繼續在罪中就會籠罩住 他就可以失去救恩 他就會死 有些人說信耶穌,但他沒有成長 他就會有問題 但是我們有成長 我們知道自己得救 就是有知在的心 和信靠主的心 接著你幫他成長 去親近神,尊重神 他生命就會成長 還有我們是新做的人 若有人在,基督徒他就是新做的人 舊時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意思就是重生 重生再做 不過因為不是每個人重生的同一程度 例如我先講一個經文 不信耶穌是信從心中的邪靈 相信耶穌應該有聖靈的感動 但是很多時候都不聽話 不聽話的時候,他仍然是邪靈影響他 他有重生,但裡面也有罪聖情 所以他裡面同時有一種力量影響他 但是神重生我們 這是恩典,即是原來神改變我們 為什麼我們能夠聽神說 因為神改變我們,拯救我們 把全新的生命放在裡面 用一個例子 一個人很煩惱,很不開心 很無盼望 一想耶穌就發現裡面有喜樂、有平安 這個就是裡面有重生 他有重生的時候,他裡面就開心出來了 他就會有在裡面的力量 這個就是神更生他的禮物 你會發覺跟以前是不同了 我再問一問大家 這裡有幾個人發覺 你跟未信主的時候是不同了 他裡面有一種動力 有一種動力推動你改變 這個就是重生,也是新造的人 所以我們,凡是裡面有一種改變 你已經是重生的人,也是一個新造的人 這裡我們先說到這個得信的果子 就是真信…對不起 真信耶穌的果子就是 兩樣跟救恩有關 即是你信耶穌就是悔改信耶穌 以及真正得救的人 會繼續知罪 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而這些果子就是聖經所說的 他會繼續悔改離開罪 即不是悔改就是繼續犯罪 他會悔改離開罪 他是信靠耶穌做救主和主人 然後他又會親近神 他會看聖經祈禱 他會愛神 他會遵從神的吩咐 又會侍奉神 侍奉神是任何方式我們幫助人 帶領祂的靈命 傳福音、建立教會 任何方式的侍奉神 都是神所喜悅的 這就是真信主的果子 接著說 既然神重生了 有新的生命 為何這麼多基督徒難以得性 我們今次講到 還有下次會繼續的 既然基督徒重生了 有甚麼難以得性 而聖經說得性是很有恩典 神很喜悅 為何這麼難得性 第一 原因就是 為何基督徒不體重 這要講出不同的原因 就是他覺得神不是掌管一切 我要靠自己 他又不關心永恆的事 他覺得耶穌與生命無關 所以做人要靠自己 很多人相信耶穌也是這樣 要靠自己 做功是應該的 我們應該做功的 但是做功不代表我們靠自己 我們一樣整個生命是依靠耶穌 無論你做甚麼功都好 不是代表你做功 這個做功就是你的生命 是神才是我們的生命 做功只是我們人生的一部分 就是做功是人生維持生命 讓我們有供應的方法 做功不是人生的全部 很多人就不相信神掌管一切 即是覺得是要靠我自己做功 但是其實我們能夠有生命 有開心是因為神的恩典 神能夠開路 祂能夠凡事祝福 這就是信神掌管 你的生命提升 整個生命 你相信神掌管 我相信神掌管一切 因為神為我們開路 祝福很多人 為我們開路宣教 幫助人的生命 這是神掌管 神讓我們有健康 有力量 有恩賜 就是神掌管 而很多人就不關心永恆的事 未信耶穌 你跟祂說 信耶穌可以得永生 很多人聽不入的 祂不關心永生 你說耶穌可以幫你今世 起落平安 祂也不關心 但很多人信耶穌 都是不關心永恆的事 很多基督徒就覺得 哇 審判有牌 要交仗有牌 以後才算 現在先做了自己要做的事 所以祂不會關心永恆的事 所以祂的生命只顧著 要賺錢、做工、生孩子 照顧好家庭 只是覺得現今的事 沒有關心永恆的事 而我覺得從聖經看 永恆才是最重要的 今生只是過度 我們現在只是住在女店 現在住在女店 我們有一天要離開 所以這個世上的事 只是過度 但這個過度期很重要 我們能夠祝福人 是很重要的 神永遠紀念 所以在這個過度期 我就盡力可以做到的事 我就去做 但我沒有把我的心 放在這個世界 我很感謝神 神給我的心 我不是很緊張 世上的事 我經常都是緊張 永恆的事 我經常都是緊張 我如何為神做更多 幫助更多人 但很多基督徒不關心永恆的事 所以他的靈命永遠都不掌信 他們經常都說 我要做工 我要賺錢 不開心 又被人罵 家庭有很多問題 又健康問題 你數一數 有很多問題 你只看問題 是做人很辛苦 做人真是辛苦 但如果我們說 神掌管一切 神是一切都可以給我的 不要緊的 我有病不要緊 不能死 神會給我力量 我們相信神的祝福 神的保守 就不會那麼緊張 耶穌跟生命有關 跟生活有關 耶穌可以令人開心 有智慧 做事更加好的 耶穌可以幫助你 跟家人相處更有智慧 做工更加有智慧 跟朋友相處更加有智慧 處理內心更加有智慧 他跟生活是很有關係的 很多人要靠自己 我們都一定有付出我們的努力 不過誠與拜是在於神的 不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 是一定依靠神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應該做 但是神負責 有很多人又不相信 遵從神 事奉神的重要性和福氣 他覺得不重要 但我覺得這個人生最重要 當我們肯聽話遵從神的時候 這些福氣是會跟著我一生的 我真的 我看著我信主的時候 我聽神話 神是為我開路 讓我有很多機會學習 跟到不同的 即是去到不同的學校 不同的人接觸我 學習很多東西 又給我有各樣的方法 照顧我的身體 這些都是神給我的 我多謝天父 譬如我以前曾經做軟木的時候 認識一個人 他教導我一些保健的方法 排毒的方法 是很有用的 就是偶然認識的 也有一次 我在醫院偶然認識一個人 他就說 蒜頭很有幫助 當時我就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我發覺我的頭頂 有時好像有些血經過 不太通 好像有種感覺 有些東西走過的感覺 我就覺得 這個東西要照顧 如果不照顧 就不知道怎麼辦 我問醫生 醫生來說 你應該是動手術 你去照顧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做 但這個人 我剛才認識這個人 他說 山東人很少心臟病 和中風 因為他吃生蒜頭 生蒜頭 其實很難 你可以灑一灑 灑一灑 讓他沒有那麼生 自從這樣之後 這個問題就沒有了 這個問題就沒有了 這個也是神給我們 可以 我們不同的人 為你預備這些祝福 我感謝神 神給我的祝福 譬如我認識到葉錫安 就是他教我彈琴 能夠很自由 我便洩露了彈琴 我便有機會 很多東西都是神給我的機會 神都給你們 然後有很多人又不相信 疏遠神有什麼破壞性 他們覺得疏遠神沒所謂 不祈禱也不要緊 不親近神也不要緊 於是他們的生命就有很多破口 為何那麼多基督徒不得性 就是因為他們不看重神的事 他們覺得神是幫不了他們的 要靠自己的 為何很多基督徒沒有得力 很多基督徒不懂得 有煩惱他們怎樣 找朋友 哭 去看電影 去睡覺 有些人不開心就是這樣 他們沒有想到找神 我來說 我現在一定是找神的 因為我一祈禱便有喜樂 我一定是從神得力 為何很多人不懂得從神得力 第一 他不相信親近神有力 他不相信 他覺得沒什麼用 親近神太難了 沒什麼用 祈禱就有一樣 因為他們祈禱 很多時候第三個說 只是把清單告訴神 神啊 我要醫治 神啊 我要錢 我要老婆 我要老公 我要有份工 他只是想要什麼 這種祈禱是沒什麼力量的 聖經說到是親近神 讚美神 用心靈誠實敬拜的時候 就有力量了 還有很多人不懂得如何親近神 因為他只是用一個清單 看聖經只是一種知識 沒有應用在生命中 沒有看神的恩典 神的屬性 還有他經常想到這些困難 還有人的問題 經常注目 那些人很壞 那些人罵我 為何有這麼多基督徒是這樣的 我們也要想想 我們是否這樣的人 我問問你 這個星期 你是想問題多 還是想神的恩典多 如果你經常想問題 你的生命就會裝回問題 我用一個比喻 這個只是說笑 我會這樣說 有些人經常吃公仔麵 我就跟他們說 你經常吃公仔麵 你陷著哪一個公仔 這個只是說笑 公仔麵真的很有問題 它可以令你的身體破壞 很多人不是吃公仔麵 而是吃垃圾 那吃垃圾 為什麼要做呢 垃圾人 他的生命 裝滿垃圾 所以長期吃公仔麵 一定是不好的 偶然吃可以的 但是長期吃 偶然我一餐都不吃 我不會吃那些東西 因為它是 把東西放進去 讓它不會 總之令到這些麵 是不正常的 這個不是我們應該做的 也有很多人 經常想這些問題 還有 它就活在苦老 苦毒和煩惱 經常都覺得 唉呀 很慘 我想問大家 你這個星期有沒有想 唉呀 很慘 很辛苦 你越想辛苦 就越辛苦 我也有困難 那我怎麼想呢 我會想什麼 總有出路 找個方法 找個方法 一定有出路 我總是這樣想的 我不會說 唉呀 怎麼辦呢 很多人就是這樣 唉呀 慘了 越慘就越慘 你越想慘 就一定 慘就隨著你了 跟著你了 你想不想慘 就跟著你了 你不想的話 你想多些神的恩典 有些人說 是不是阿Q精神 神是真的 神是全能的 你真的可以經歷神的 這個不是阿Q 阿Q就是 虛無飄渺的 因為都不真的 那時候才是阿Q 但我們不是 我們真的相信 這是活神 甚至有些人 他就得不到幫助 他就埋怨神 他不知道自己 不懂得親近神 又沒有親近神 又沒有看重神 於是他的生命 有這麼多問題 原來很多基督徒 不得力 大家想一想 你是不是 在你裏面 不相信神 掌管一切 也在你裏面 你不懂得力 你懂不懂得力 我們每次完成的時候 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都有祈禱得力 怎樣得力 那你在家裏照做的時候 你就隨時祈禱得力 還有我們明白 我們裏面有兩個聖情 我們經常都打仗 這裏下一個經文有講到 對不起 這個經文有講到 情慾和聖靈相爭 我們裏面經常打仗 而這裏 這個經文就講出 這個打仗是甚麼問題 羅馬書7章18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又知道在我裏頭 就是我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願的惡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所不願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做的 這是保羅 保羅很毀身是奉神的 保羅說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但是他說 我知道我裏頭 我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 這裏說到他裏面 有一個聚聖情 我們裏面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新聖情 有一個聚聖情 他說 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他裏面會有一種力量 令到他不能遵從神 所以我願意做的善 我做不到 我所不願意做的惡 我做到去做 這裏不是說他最後沒有做的 因為他靠著 我家給我量的凡事都能做 他有說到 靠著這個德性的主 我們凡事都能做 所以他有做到 但是他裏面有一種阻力 如果我做不願意做 不是我做 而是住在我裏頭的罪 這裏講到罪的聖情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發現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人罵你 你第一個反應是說 我奉耶穌榮祝福你 不要緊的 沒所謂的 是否這個反應呢 通常都不是的 通常都是說 有沒有搞錯 你罵我很不公平 我很激氣 又罵他 發脾氣 或者他不罵 但他裏面很激氣 這個已經是罪聖情的反應 有什麼不好的時候 車子走了 你會說不要緊 一會兒有第二輛 你立即第一個反應 哎呀 怎麼會這樣 有沒有搞錯 一來到車子走了 你總是有些猛忍的 對嗎 總是有一些負面的反應 我們發覺 我們裏面 最自然的反應 就是負面的 譬如說 跌了銀包 你又會擔心 害怕 又怪責自己 為何會這麼壞 為何會跌了銀包 這麼論盡 即時會有些反應 或者有人做錯事 我們很自然就會說 有沒有搞錯 這麼論盡 做事不小心 這就是一個很自然的反應 但接著我們發覺有另一個聲音 另一個聲音提醒我們 親近神 神會給我們力量 神會幫助我們 神會幫助我們 我形容 我們裏面好像有兩個 兩個球 即是打球 不是打球 駕駛的那些 自動球和棍球 如果大家不懂得駕駛 我告訴你 自動球是最容易開車的 這不是代表你可以去開車 不過我實在說 是最容易的 如果有人開了一個車 開了一個車 你非法地走上去 坐在一個座位 你一放了手駕駛 或者手駕駛 即是停車的按鈕 然後你一踩 引緩 車便會走 你未學過駕駛 車也會走 他沒有說你不懂駕駛 他便不會走 他不會走 他只會走 那你就橫衝直撞 這個自動球是很簡單 我們的自然反應就是自動球 被人罵 你的自動球就會罵人 罵人 棍球就難很多 棍球是很難學的 棍球是怎樣 你要入球 你要踩一個clutch 吉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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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離合器 在大陸就叫離合器 踩了之後 球就會鬆了 然後你可以入 第一球 起初的時候入球 入球的時候 就會這樣 如果你在那時候不加油 他就會 車就好像馬跳 你入得不好 他會整隻馬跳來跳去 你要立刻入球 以及入球得不好 那麼快 要入球得順 是要練的 你入得對 車會走 我們處理情緒 就要用這個棍球 是要處理的 這個人不好 我不用生氣 他經常罵人 我不用介意 耶穌愛我 我聽神說 神很喜歡 我心裡很寶貴 他罵我沒有用 不是真的 我不用這樣 我們需要裡面處理了很多 我們才可以說 不要緊 我祝福他 遙說他 我們處理問題 是要用棍球 是要處理的 但我們裡面兩樣都有 我們有自動球 就是聚性情 而我們的新聚性 是棍球的 當然有些人 做慣了 棍球很快 我來說 有人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我都頗快處理 不過不是每一次 有時候都要 再想一想 處理一下 這個也是要學習的 繼續學習 但你越處理純熟 就越純熟 越快 這就告訴我 為什麼很多基督徒 不能成熟 因為裡面有聚性情 但是神給我的新聚情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聚性情在裡面搞你 譬如很簡單 譬如說 有時候你看到一些 令到你 有些人吸引的色情 的影片 或者圖片 你一看第一個反應 立即有些 一個反應 可能是 看什麼 會喜歡的 這個就是聚性情 我們立即處理 這個會破壞我的生命 我立即處理 或者 有什麼不好的 我立即有不好的反應 這是需要我們學習去處理的 好了 而為什麼很多人有問題 就是這樣 無論你的破口是什麼 你的生命中任何的破口 是罪 情緒 情緒 自卑 負面 有些人說自卑也是罪 因為你覺得自己沒有用 你越覺得自己沒有用 你就變成沒有用 因為你覺得自己 沒有人接納你 你是做不到的 你看到有什麼情況 要做事 你是不敢做的 你會很擔心的 所以自卑是破壞生命的 你覺得自己沒有用 做什麼都做不到出來 還有負面 哎呀 什麼都不行 哎呀 做不到的 處理不到的 哎呀 那些人是壞的 那些人害我的 那些負面思想 全部都有破壞性 所以你生命中 大家想一想 你是不是盡都是正面的呢 盡都是感恩呢 盡都是喜樂 平安有力量呢 你是不是這樣呢 你不是 那些裡面就處理 有些人就說 那死了 那麼多事情要怎麼處理 我就告訴你 你處理一樣 你就感激神 你開始處理感激神 可能未是很成功 但是開始處理 已經感激神了 因為聖經說 一杯涼水都不能不能賞賜 所以你做任何事 做在你身上 你都是一個小子 是不是 你做在你身上 幫你自己改變 神都歡喜 神都賞賜你 你幫自己 神都可以賞賜你 因為你是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幫助自己 或者別人去遵從神 神都會歡喜 這樣你就有動力了 還有我們過去的記憶 是會影響我們的生命的 有一套電影 我也鼓勵大家去看的 因為有一套健康的電影 是卡通來的 但不是給小朋友的卡通 叫做反轉老朋友 是不是 反轉 玩轉老朋友 玩轉老朋友 它有第一和第二的 不過這套電影 是要很留心才能明白的 你不留心是不會明白的 它是講到人裏面的情緒 現在已經出了第二集 第二集還要講多些 它裏面的情緒包括什麼 現在是 我嘗試講一下 這個開心 這個快樂 有一個憂愁 有一個怒氣 發怒 有一個是 disgust 即是很不喜歡某些事情 Fear 懼怕 好了 這次又多了幾個 有一個是 焦 焦慮 焦慮 這次這套電影 因為焦慮 它做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 破壞它的生命 焦慮 還有就是 尷尬 尷尬 尷尬也有破壞性 好像 看到人 真是不好意思說話 哎呀 很醜怪 不敢面對這些事情 都是會有破壞性的 Boredom 是 沉悶 就好像 躺平 不想動 不想做事 好 好 這次也是有這些 加了一些人物 即是原來 一個人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情緒 在影響著我們 而這些事情 其實這套電影 讓你看到什麼呢 它會讓你看到 原來 你裡面 是時時都有事情搞動 時時有事情影響你 當你沒有處理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會有很多很多的 即是很多事情在破壞 而我們有很多記憶 而記憶是會帶來很多情緒 譬如說錯話 說錯話覺得醜怪 或者生氣那個人 或者生氣自己 或者害怕 怕以後又再說錯話 即是我們每一件事發生都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 這些反應 第一個反應 是告訴我們 我們需要處理 但接著這個人 繼續不開心 繼續不開心 就會破壞生命 即是如果他一直都是 糟了 我那天說錯話 有沒有搞錯 這樣 就會很受影響 我說回我以前 年輕時期 學生時期 那時候我們學校 我們是男校的 就有安排和女校 有些 我們那些跳舞會 就可以給我們一個電話 約一個女校的女生 去參加學校的跳舞會 我還記得 我試過一個情況 我就打電話給那個女生 怎知道是她的妹妹接 我當作是她的 是她本人 我開始跟她說話 接著她說 不是啊 你等等 我叫她姐姐來 那時候我感覺很尷尬 很尷尬 其實是很小事 她姐姐來了跟我說 不要緊 你當了妹妹是她 不要緊 沒事的 但我心裡是介意的 這個我們都會有的 有時候人裡面 就是有一些做錯的事 有些 或者我們很想人家 怎麼看我們 我們覺得不順意 裡面就要搞動了 有時候這個搞動 可以很長時間 有些人可能很長時間 覺得沒有人喜歡我 很多人脫離不了中學時期 少年時期的受傷 因為少年時期 是最容易受傷的 今集就說到少年時期 少年時期有什麼容易受傷 少年時期很需要朋友 而那些朋友 有時候就會排斥人 就會說 你不入群 不歡迎我們 這些事情 可能到今天 都會令我們覺得 我們不入群 沒有人喜歡我們 在少年的時候 最影響的 但這種影響 是可以一直傳流到整個人生的 如果沒有處理到的話 你一世人和人相處 都會有一種懼怕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些時候 怎麼辦呢 其實就是靠著耶穌去處理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我是被挑選的族類 是聖結的國道 是屬神的子民 是君尊的祭司 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就算我做錯事 求主赦免就可以了 我改善 我求主赦免 我改善就可以了 我說錯話不要緊 我認錯 然後我說對的就可以了 說好的就可以了 這樣就處理到了 但是很多人 就是比以前 說錯的事情 做錯的事情 失敗 有些人會這樣 哎呀我讀書 不合格 我真的很醜怪 我一世人都覺得醜怪 哎呀我讀書 真的不及人 我做甚麼都不及人 那就因為那個失敗 一世都覺得自己是失敗者 這個又是魔鬼用的方法 魔鬼是很容易用不同的方法 所以為什麼 我們這次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 不能夠得勝 是因為 捆鎖了很多東西在裡面 這些東西是逐樣可以拆解的 為什麼拆解呢 我以前失敗 我現在就努力了 我教著耶穌所給的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我正在改善 感謝主我正在改善 我正在進步了 我正在開心快活 這個是聖經所說的 任何做得對的 我們都可以起落 神都起落 我們可以起落 就不會繼續 裡面有些垃圾在那裡 那麼處理的方法 一定是怎樣呢 用神的話語 正面的思想 神看著我 我遵從神就可以了 就清理垃圾 和親近神 清理垃圾就是那些負面的想法 不要緊的 我不用被他影響 和親近神 神給我力量 那你的人就會平安 被拒絕 被人拒絕過 被朋友拒絕過 被家人拒絕過 這樣的時候 一直覺得 沒有人喜歡我的 我是人人都不喜歡的 我是廢人 這個思想 就影響我們的生命 或者被人傷害了 沒有處理 哎呀 那些人都不喜歡我 他說話傷害我的 哎呀 我是很受傷 有些人我認識他 他說我不再回教會 因為我在教會被人傷害過 以後就不再回教會 其實傷害你的人 是不應該的 但是 他沒有權奪去我 這個回教會的權利 沒有權奪去我 以後得到 祝福的機會 有一次錯失機會 我自己有一件事 重複出現的 我都講一講給大家知道 那麼 這件事 再回想的時候 我就會提醒自己 我現在其實有很多機會 可以捉食的 當時就是這樣的 我在學校 我是壁球校隊 當時我是 未夠十七歲 我可以打全香港未夠十七歲的壁球 而當時我是很有可能性 打到冠軍 因為我們的學校 是打大人的 我們跟大人打的 而當時另一間學校 他們是沒有出去打這些大人的 所以當時很有機會 但是 我拿錯了老師說的地點 我是沒有去到 結果是沒有出現 拿不到這場球 打不到這場球 我重複想了很多次 但是我自己告訴自己 其實我現在都捉了很多機會 雖然那次 就算我拿到冠軍 那又怎樣 是很開心 但是這些事情都是要過去的 那我就說不要緊 其實我都捉了很多好的機會 所以不用想回這個失去的機會 但是 的而且確這件事在我腦出現 是很多很多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總之一些不好的事情 失望的事情 總是懂得自己回來 他很懂得找路 走到別處 一會兒又回來 總是懂得找回來 但是我們的重點就是 我們不要被他影響 以及遺憾了 哎呀 做了這樣的事 這些事情就會停留在我們前面的 這套電影《玩轉老朋友》 就是講到他有那些機器 你每一天結束的時候 那些記憶就放了 好像一個波子 大的波子 一進去 而進去有很多好 亦有很多不好 大家想想 你的記憶是好記憶多 還是不好記憶多 如果你的記憶是不好的記憶多 那你就裝了垃圾多 即是你裡面是一個垃圾機 這樣的時候 你怎麼會出好東西 你想想 吃垃圾就出垃圾 所以善人從他心裡所傳的善 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傳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很多人收下了很多這些不好的東西 那你怎樣處理呢 逐樣去想 神給我機會 我有進步 有進步 我就是這樣 你不要比較 你不要說 那個人這麼厲害 我只是開始第一步 不要緊的 你跟自己比較 我以前還沒走第一步 我現在走第一步 我感謝神已經進步了 那你就開心了 這個就是正面了 但很多人是習慣負面的 所以他永遠都很難得勝 但我們這裡每個人都可以得勝 我們一起宣告 我要可以得勝 我可以處理所有垃圾 我可以多吃神的恩典 多吃神的恩典 多吃人的恩典 多吃人的恩典 清理垃圾 我可以活得開心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將裡面逐步任何的垃圾清理 那你的人就越来越轻松开心了 这个其实不是难约登天的 难不难的 不是很难的 你说不紧要的 他相信我不紧要的 不死得的 不死得的 这些过去记忆是存在人的心中 不过你处理了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不再影响你了 你处理的时候 有时不是一次过 是继续的处理 还有你选择想什么 左手边灰色的代表一些不好的东西 很多人选择想什么 看重什么 人的不好 事情不顺利 自己的不好 遗憾的事 所以就活得辛苦 和生命被破坏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什么 亲近神就有力量了 神凡事都能的 神一定祝福爱他的人 人家怎么样 还有有些人对我们怎么好 我们就想这些 那我们的生命就被建立 和更加起落有力量 所以我们开始处理这些问题 让我们不要被这个 所有的问题影响 而是越来越得胜了 而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在打仗的 是天天打 不是一次过钉死的 我们的老鹅 他天天会出来 你有没有发现 自己忽然间就说 哎呀 这么坏的 这么惨的 哎呀 很不开心 会不会发现这件事 是自动出的 有 问题就是你容不容得 它继续留在这里 我用了一个例子 譬如你种了一个花园 仔 有些地方我们去探 有些地方有些人很小小格的 每人种一格的 或者给一些长者种一格格花园 这一格是你种的 那一只狗进来 你让它进来 当然不让它进来 它踩坏的东西 同样我们就说 有什么破坏不好的东西 进来 我要清理它 我不要让它影响 情欲和我相争 我不要顺从情欲 我知道有破坏性 很多人就不肯 为什么呢 他觉得 哇 我这一阵 想想一些色情的东西 生气人 就是好像顺其自然 觉得很自然想做 我们就知道 这些其实是破坏性的 而顺着情欲杀种 就从情欲收败坏了 体贴肉体就是死的 最后是很惨的 而杀在路旁的种子 就是没有根了 所以后来就没有了 我们有神的话语 我捉实神的话语 我时时都捉实神的话语 神应成的 我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 眼睛未曾 看见耳朵未曾 听见人生未曾 想到的恩典 我侍奉神 一杯凉水 神都纪念 我经常捉实这些应许 所以我做的神欢喜 我就开心了 我不会让魔鬼拿走这个道 神的道存在我心中 我日日都是欢喜快乐 而很多人被世上的思虑 潜财的迷惑 各样的私欲 挤住了他的道 就是他很多担心 很多忧虑 有些人说 真是困难 怎能够不担心 但是你越担心 后果越不解决 我们很感谢神 前面这位姐妹 她这个礼拜发生的事 很困难的 第二次 如果大家知道 听过就知道了 你猜到 因为第一次有说过 她是 她的洗手间 那个市渠爆了 出来又浸了 浸了那个地方 结果有些东西又坏了 不过她很乐观 她依靠神就增进神 然后神为她预备的人 她写了两封信 第一 第一 和她尝试去换屋 换一个第二个单位 第二 就是补赔偿 和房屋处赔偿 这个是神做的好事 如果她 哎呀 死了死了 没用 哎呀呀呀呀呀 他未必得到这些好的结果 她就是依靠神 她就是亲印神 这个就是她是很轻松的 其实她以前也有忧屈症的 但是她就学到这种东西 我希望大家都学到这种东西 清理我们里面的垃圾 也有些人就是不冷不熱了 所以他们总是生命是神不起悦 也都得不到神的祝福 或者失去起初的爱心 我们下一次才继续讲这种东西 但是我也会用一句经文去鼓励大家 这句我们下一次才继续讲的 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 我们心里运行 唯要成就祂的美意 这里讲到遵从神的地方 我们立心今天回来教堂 我们立心祈祷 我们立心处理生命 不是只是你做事的 是神感动你 我们的神跟我们很近的 祂跟我们是孖公仔 是时常住在我们里面的 祂不断感动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开心 神是不远的 很多人说 神啊你很远了 我祈祈祷都没有反应 他们就怎样期望 我现在有病 祈祷就病没有了 神就反应 神都没有答应我 我还有病 他就以为神不在 其实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我们祈祷有平安喜乐 已经在神运行着了 我们虽然有这么多困难 你知道你有一种动力处理 你立心去处理 你并且会行动去处理 就是神在你心里运行 原来神跟我们那种亲密关系 是远超过好朋友 远超过自己 远超过你夫妻的关系 是在我们的心中的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我们是蒙福的 因为神会不断提醒我们 只要我们回应神 我们亲近神 神感动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回应了 我们时时都用这些正面的说话 鼓励自己 我听神说 神一定喜欢的 神在感动着我 神加力给我 我亲近神就有力量了 我遵从神就一定神加力给我 帮助我的 人不好的 他容易发脾气 是他的问题 他有罪 不要紧的 我不放在心上 他被人伤害很多 不要紧的 他被人伤害 我就祝福他 我越祝福他 我越心越松 这样的话 你的心中 你就会平稳安静 你就跟神配合了 神感动你立心 你就真的听神话 神会感动你 大家有没有留意 有时你想烦恼 就是有个意念出 你依靠神 亲近神 神帮你的 这就是神感动你 立志行事 有几个人发觉 你烦恼的时候 圣灵会有声音提醒你 亲近主 有几个人有这个情况 你留意 你有的举手 其实你留意一定有 因为基督徒一定有 既然神帮我 我们就回应 听神话最好 不要听你的肉体的话 肉体就是说 他这么坏 我就骂他 他说什么不好 我就犯了 这个就是肉体的说话 我们听神的说话 你一定得胜 不是蓝若登天的 但是我们会 继续去讲这个主题 帮助大家留意到自己里面 原来有这么多东西 你的过去记忆 你留意到出现 你就处理它了 譬如我想起 我那次没有去打球 我就告诉自己 不要紧 我有很多机会 我都捉住 我继续捉住这些机会 神会给我更多机会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有正面看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命蒙福的 阿里雷亚 多谢天父 好 一起起床 我们一起起床 试试 我们一起宣告一些神的恩典 先 我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宣告我是被爱的 神体重我的 神和我一起的 神在我心里运行 叫我立志行事 成就神的美意 我回应神 必定得胜有余 多谢耶稣 我不需要被恶人影响 恶人被人伤害很多次 所以他会伤害人 我就联敏他 为他祷告 祝福他 饶恕他 善待他 神就欢喜了 有困难 我虽然行过死任的邱谷 神都一定跟我们同在 你的神的象 你的神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神为我摆设言直 神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日 我的福杯满日 满有福气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我们不需要吃垃圾 我们可以清理里面 任何的垃圾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好 我继续为大家祷告 祝耶稣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深信 靠着耶稣 我们凡事都能做 我们是得胜有余的 我们一定能够得胜的 帮助我们处理我们里面 任何的垃圾 所有的不好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清理的 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得胜 靠着耶稣 能够胜过这些问题 清理这些垃圾 让我们的心平稳 很安静 有力量 得性有余 靠着耶稣 为耶稣作美好见证 全阳福音 更新人的灵命 神就喜悦 我们的生命就提升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这一会儿我邀请大家 你自己 在内心反思一下 你有什么需要处理的 这一会儿你去祈祷 你问一下神 神啊有什么我需要处理 影响着我的 求神给智慧 神啊我怎么可以有智慧去处理呢 你就问神 神啊你帮我吧 处理一些我里面的问题 可能你说有很多问题 处理一样先 一样 你说神啊 让我智慧处理这一样东西 这一样东西最影响我这一样东西 我就处理这一样东西 我给大家少时间去反思 和求神帮助你 听说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在我们受洩暗的时候 你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 你一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你是时时看着我们的 来到献戒我们的 你定睁在我们身上的 神你是跟我们很近 你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你的美意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单独打仗 我们是有神跟我们一起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做失败的基督徒 叫我们做得性的基督徒 我们靠着耶稣 是可以得性有余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求主帮我们处理那些垃圾 不要觉得 哎呀 我有垃圾很凄凉 我被人骂很凄凉 我被人伤害很凄凉 我们就说不要紧 因为这些人的说话是没有权兵的 耶稣会保守我 我可以靠耶稣得性有余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